我们希望乐团能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让他们能够多关注到我们自闭症的群体 爱特乐团是2013年实业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的 是国内首家全部由自闭症孩子组成的一个音乐团体 现在有团员正式团员是13年 我们还有音乐腾讯班 因为我们用目标的上考 向全市的自闭症和心肢障碍的孩子 我觉得他很善良 很自信自强 很乐观 特别勇敢 也很孝顺 在他身上我看到很多要点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不及他 像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叫孩子去练鼓什么 你要叫我们长眼去做 可能未必能做得到这样子 然后他有时候 我看到他手上打鼓 手上的皮都出了很厚的茧 但是他就说 我再打一遍 我再打一遍 他以前就想到 我说他要跟哪个明星 他说跟哪个香港 哪个主持人同台演出 你知道他有这个梦想 天天是一岁两个月 发现他是自闭症的 因为天天的症状很明显 他的情感很大漠 最明显的一次就是 我下班回来的时候 然后在外面遇见他 我很开心 伸手向他拥抱 然后结果他乐点点地 从我旁边走过 就好像完全不知道 我这个人的存在 我现在他是二十三了 我就希望他以后来就 开开心心快快乐了 亮灰 我来看你 所以我来看你 精灰